Hello everyone,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十倍速自然拼读,我是兰尼老师 今天我们这节课分享的内容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来讲音节和弱读 好了,我们来回顾一下在十倍速记单词的专栏里面 我们讲过音节是由谁来决定的 没错,由原因决定的 一个原因就是一个音节 两个原因就是两个音节 三个原因就是三个音节 通过音节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把课本上的单词做一个分类了 一个音节的就叫单音节词呗 两个音节的就叫双音节词 三个音节的就叫多音节词 我给同学们看一张对比图 左边的张图呢 是我们学校里的课本的单词 它是按单元来分类的 来姐老师是按照音节来划分的单词 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 同学们只要你动手尝试去做 哪怕咱们测试一个单元的单词分类 你就会发现单词一旦被你分了类之后 你记它的速度几乎就是看几眼 读几遍就可以把这一类的单词记住了 所以Landy在这里呼吁同学们 一定要做一件事 做单词分类 请同学们看一下下一张图片 这是新概念第二册的第一篇课文的单词 我也把它做了分类 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 同学们看一下 是不是一目了然 一篇课文二十个声词 咱们同学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所以有了分类思维 同学们 我们的大脑里对单词 就不再是一团乱马了 音节可以帮我们很好地做到分类 同时呢 还可以帮我们更好的练会发音 来同学们 回顾一下原音的发音 是不是还记得咱们的原音发音表 原音字母一般发短音 原音组合一般发长音 那为了帮大家巩固原音发短音 原音发长音 我们用两组例词 首先这两个单词 是不是都是原音字母啊 对 它们发短音 head got 那我们来看 原音组合发长音 现在两组单词 是不是变成了原音组合 i-e和o-e 读和 i-e got got 非常棒 原音的短音和长音 一目了然 其实字母发短音 组合发长音 是landy帮大家提炼出来的规律 那我们学校的课本是怎么讲的呢 来左边这一列单词啊 它说避音节 所以是发短音 右边这一列呢 是不发音的e结尾的叫相对开音节 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听过这样的概念啊 有的同学说 我都不知道开音节是什么 这相对开音节又是什么 搞不清 landy就一步到位告诉大家 开音节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把避音节里面 负责挡住原音后门的那个辅音拿掉 就变成了开音节了 来看一下这三个概念 开音节 原音节尾的单词 how i high go go 开音节发长音 避音节发短音 相对开音节 那是不发音的e结尾的 相对开音节 其实就是我们在课程中 一直非常强调的-e的结构啊 那landy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开音节和避音节 我到底怎么学 一句话总结了 音音节开避啊 看末尾 圆开伏笔和-e 开音节发长音 避音节发短音 可不止在单音节词里面才有效 我们 它还可以帮我们更快的记住双音节词 那要想学会双音节词 一定要学会切分啊 切开才能看得更清楚 比如这两个例子 China Tiger 是不是能听到两个声音 对了 就是两个音节 切开之后 同学们看一下 i字母后面是不是没有辅音 China 感受到了开音节的力量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个 T-i-tiger 是不是 开音节 原音节尾 开音节 我们再看两个例子 Pencil Landy 从声音上听 你就可以听到两个音节 那咱们还是切开看 切开之后 e字母后面有辅音 N 所以是B音节 发短音 Pe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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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dy 是我的英文名 也是一样 切开之后 a字母 有辅音 N 所以B音节发大嘴 原音 阿阿阿 了 阿拉 的 一滴 Landy 同学们学到现在 是不是发现 Wow 我们学会了开音节 和闭音节的这个知识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读 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了 没错 但是同学们 同时你要注意一下 所谓的开音节和闭音节 通常只在单音节和双音节词里面 才有效啊 更多的音节 这个方法就 嗯嗯 失效了 了解了音节的概念 接下来隆重登场的 就是中毒 我问过很多同学 你了解中毒吗 大部分人说 不知道啊 什么叫中毒 中毒是单词的节奏 中毒是指这个单词里 有好几个音节 我只中毒某一个音节 比如我的英文名Landy Landy 很明显中毒音节 在第一个A字母上面 如果中毒在第二个音节上面 就变成Landy Landy 这种感觉你能找到吗 当然中毒的这个概念 我们需要在日常听单词 读单词当中要分外留意 会音标的同学啊 说哎呀 中毒就是音标里面的 那个一小品 但是你会发现 单音节词里面是没有中毒符号的 那它中毒吗 你想想看 咱们的单音节词里 只有一个原音字母 它不中毒 那谁中毒啊 所以单音节词是必然中毒的 那就要瞎子在晚上 也一目了然 所以单音节词用中毒符号 反倒是多此一举 了解了中毒对于我们 计单词学发音有什么帮助吗 哎呦同学 帮助大了 因为我们之前所有谈过的 原音字母发短音 原音组合发长音 它必须是在中毒的前提下 这些规则才有效 那反之不中毒的音节 那些原因发什么音啊 这就是接下来 我们要一起探讨的话题 叫弱读 在了解弱读之前 先请大家看一个单词 panda 在你的心里 有没有冒出过这样一个问号 明明两个A字母 为什么发音却大不相同呢 a a pa am panda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听一下重音 panda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我们就要判断它是开还是闭了 原因后面有辅音 所以是闭音节 发短音 a pa an panda 第一个A字母是闭音节 所以发短音 那第二个A字母呢 它是弱读音 发了一个毫不费力的 panda 那同学们说了 我不知道弱读是啥呀 这怎么学呀 咱们了解了重读音节之后呢 所有不重读的音节都叫弱读 那什么叫弱读呢 就是指原因在休息呀 不同的老师对于弱读有不同的讲法 有的人直接叫弱读 有的人说弱读音叫说 有的人说弱读叫中央原因 也叫原因的一种秧化 不管名称五花八门 但是它最终归结为这样一个符号 就是呃呃呃 对了 中央原因是对这个发音的一个描述 同学们感受一下什么叫中央原因 当你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的舌头没有靠上没有靠下 也不靠左也不靠右 而是很舒服的停留在中间 呃呃呃 对就是这种感觉 非常好 那弱读音你感受到自己的口腔部位 最慵懒最舒服的状态 你就发对了弱读音 我们用几个单词来感受一下弱读 咱们刚刚练过的panda 这个时候你再来感受一下弱读panda very good 再来看family 有很多同学读family 他完全就没有用耳朵在听这个单词 我们听一下中读在哪里 family 像不像下台阶一样 声音越来越轻 family 没错 中音在a字母身上 所以其他的两个音节就是弱读 特别是中间的i字母 他没有发a 而是他发了 family 以后学单词一定要用耳朵去学呀 这两个单词能够让同学们切身的感受到入读 在我们理解发音的时候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再来看一个单词 believe 同学们听老师的发音 能不能听出来的音 可以听出来是吗 我们有同学学单词 特别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而不去关注自己耳朵听到的 believe这个单词 他会去看音标 音标上面写的是believe 但是你仔细去听发音 你会听到的是believe 对了 因为原音在弱读的时候 他的发音都会向央原音靠拢 因为那是人最舒服 最自然的状态呀 believe believe do you believe me I believe you alright 所以同学们 重音弱读的学习 一定是靠耳朵去反复练习 好了 那本节课关于音节和中读 还有弱读的一些概念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See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